好,接著到下一套 我現在的動畫都是說一句 我都說,好看的準則對我來說很簡單 我可以用正常速度播來看的話 它就是一套好動畫 你真的減得很厲害 你的接受程度已經很... 你看到播放速度 我明白,我明白 這些櫃通常飛到十倍速 六倍速的時候等到垃圾 大家過往應該聽到 就是我經常會說的三倍速 對我來說就是 過往三倍速就是 對我來說一個最差的 動畫的吸數 但對我們現在 其實我在對上裡面 我已經再分了三個層次 分別就是 五倍速 八倍 八倍是甚麼 還有就是 那套 我只會在那條時間線裡面 我只會按十下 每一個只看一個畫面 我就知道整套說甚麼 這個已經是我的最厲害的新極限 不如你去調整十個 接著要講這一套 我是正常速度播的 哇 真的很給面子 我也是的 這個定位又有些不同 用聲優定位 一個用配速定位 一個用聲優定位 我不是聽眾 口中或者主持口中 聽到那麼沒有人性 這套作品是充滿了 充滿了叫做溫情 所以我都能夠 用一個一倍正常播放速度去看 你需要這些作品 你的心靈上 你的作品 你心靈需要救贖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被動畫塗毒到一個程度 已經是這套動畫 已經是你的心靈之槍 大家心靈時也聽過我講一個準則 一套動畫 只要我看的時候 我心裡不會突然之間 想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或者是吐租的話 證明它是一套能夠 能夠入口的動畫 其實這套是 能夠感動的作品 其實這套是可以出同一本 不過是你 我們是不是在講不同的動畫 OK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那套 就是天真與閃店 即是甜蜜道妻 這套作品 其實我們以前 大家有一點 覺得 意見是有些不同的 我先講講我的意見 其實 這套作品 我會定義為 它其實是一套 生活向的溫情作品 它不同其他 好像說一些溫情類的作品 就是什麼呢 它會去營造 或者是會挑出 一些很特別的事件出來 它突然之間引起你的感動 或者共鳴 那種感覺 它其實是用一種很生活向 很淡淡的細節 那種味道去告訴你 就是說 這個單親家庭裏面 公平和有希 這兩個人 他們之間的互動 就是笑聲笑聲門再溫馨 就是這些事情 我覺得不是溫馨 你真情那種是 不找一些大事件出來 它不跑 它不可以 發展不下去 這事件 一定要在事件發生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套 當然 主持之間 覺得 對他公式的套路 就是 找到一個原因 所以想煮一項食 每一集 發生一個契機 令到他們婦女 或者朋友之間 有些磨擦 有些關係 那這個時候 可能會帶出一種食物 出來 後來他們 下半B部分 就會去到這間店鋪 一起煮食 煮這個菜 轉來大家 八時開吃 總時坐在一起 我看是方太教主 然後八時開吃 永遠都是七點半做節目 然後突然八點 就去煮食 你見過過了個鐘 是七點左右 六點左右 可以馬上煮飯 這時候差不多 這是生活規律 你這些正常 日常生活裏面 一個差不多時候 吃飯的東西 其他一件很正常的東西 而且你對著一個 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中學生 食無症事 那沒辦法 但那是一個幼稚園 這個明白 但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 第一二三十天 都是吃快餐的時候 我五六七 可不可以吃其他東西 是啊 我們現在會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 他劇本上 十二集的模式 是完全一樣的 就算他跟他之前 好像說 幸福圖 一樣 都是說煮食 教練煮食 才是很開心吃飯 他十二集裡面 他都是 每一集的劇情流程 或者可能他的結構 會不同 我會這樣說 其實 因為他 我都會說 他是一個 完全是 生活向的一個 類型的溫情作品 所以其實他會走向裡面 其實你見到的 他不是說 他只是在一個細節上做變化 他不是一個大橋做變化 他的細節上是什麼呢 首先 你會說的就是 公平這個角色 就是這個單親爸爸的角色 就是 由一個 不懂得煮菜 或者不懂得照顧家人 叫做什麼呢 連一些 菜簡單的料理的方式 都不懂的一個單親爸爸 慢慢學會了 還有就是 你看到的 他細節裡面的改變 其實在於是什麼呢 由開頭 好像說 切蔥也好 那些是怎樣切 一些細蔥出來都好 開頭 頭那幾集是很強調怎樣去切 到中間裡面 其實都有類似的 可能處理蔥 這一類型的 處理蔬菜 蔬菜 但其實公平已經是自己知道怎樣做 他也是散略了這個流程 由蔬菜變成肉類都會煮 其實是有些進步的 就是說 我否認的 其實他好像一個主食節目的東西 而當中裡面其實 我覺得他有一個細節 他也有留意到就是 你叫做什麼呢 他是為了讓觀眾不要那麼悶 這個問題也是關乎於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悶是什麼 你覺得這個遊戲 這個角色 你喜不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他每次就是什麼呢 他就好像那些主食節目中間的集場 他會有放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是跳舞啊 唱歌啊 那些東西 像小室落屁股跳 我記得 他幾集就有了 他這一類型的東西 令到你就是什麼呢 告訴你這個小朋友 究竟是 他不斷告訴你這個小朋友 多天真無邪可愛 可以這樣說 亦可以從中看回他父親公平的那種 如何用心去教育他的子女 那種感覺 都多的 當然 另外幾位 我看到他 善農埔和白木 兩位的穿插 其實相對來說 是在節目裡 我不是評論說這套東西 說不好 是 只是說 我們經常經常是A B A B A B 即是我看完 我看下午的虎女生姿 做完那個清談節目 當然是大王和李錦玟出來煮菜 一模一樣 永遠就是 9至2點 2點 是怪怪的 每一集都有一個固定的溫帶 還要是固定的地方去煮菜 這個罰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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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角度來說 是不公平的原因 在於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每季裏面 看每一套作品都是這樣的公式 真的嗎 他都有一個自己固有的固定的公式 他每一集都是這樣 我們說的魔法四天王都是這樣 總之什麼 女兒有危險 抓兇 然後跟著 嘩 好行啊 這條女兒 然後跟著 走到這個方向 其實每一集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關於他的故事結構上比較簡單 你看到他很多 擔心爸爸來寫的 但是他可能很簡單 學校的老師很support他 學生很體諒他 因為他職場受無問題 家庭上的問題 很簡單 對 就是可能 主機抄送他開心 他把很多很複雜的關係 他簡單化了之後 他令到故事之前 會變得很先鋪 或者你用一個這樣的想法去想 你如果用一個好像其實 用柚希的角度 他好像其實是什麼 柚希他自己在寫的 一個好像生活日記 對他來說很簡單的生活 就是你等於小朋友去寫一些 日記式的東西 就是說 今天爸爸就帶著去Mindor 然後就帶著去Message 其實是那種套路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很強調柚希這個角色的視點 看得到的東西 如果你這樣說 我又想看一看 其實如果這套東西 可以以Jumugi的主觀視點來看 小朋友 可能會看一個形狀 可能會有一點 立體和不同 你現在真的好像在看一個節目 那樣去 所以有一點 我只是覺得失望一點 就是為了這 當然他那個故事 他是做得不頑 就是說 他爸爸怎樣管教他的小孩 怎樣去教他的小孩 怎樣要告訴他 真的做錯的事情 做錯的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幾件事是做得到的 我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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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只是這件事 還有一些情況 如果大家有留心的部分 雖然那間是食店 來的 還是什麼都可以煮 大家要想想 例如Goromiyaki 又會在這間居酒店出現 就怪不得了 我覺得去到後面 那間店已經不是食店 純粹是 做餐來的 像家裡多過食店 那間店好像沒有開過門 完全沒有客人 任何時間 如果那個問題 其實看這套東西的套路 其實等同於是 我們看叮噹 大紅 突然之間 出去闖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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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然後 即使你把那麼多集打亂 你沒有編號碼 你隨便隨便一集出來 其實可以撥到 對 雖然就是叮噹 第一集要的 就是解釋 為什麼要貼在一起 這個就是跟叮噹 你剛才有馬說的 李主席 你也要叮噹 在未來過了之後才可以開始 即是有頭 有頭的他是有 但中間裡面 是什麼都可以 對 不過你講開 其實最主要都是第九集 當他又提醒他媽媽煮的咖喱 其實那一集是相對說的 就是看他講完之後 但其實及後12集之中 大家都想看一種 會不會主角的開懷 即是在這件事走出的陰謀 或者是一年過後 他們會有什麼變化 相對說 幸好范田的媽媽 就是媽媽 那種帶出來的效果 相對不差 可惜了一點 他好像不是一個很完整的結尾 純粹就是 你明顯看最後一集 都是平時的套路 不會有什麼特別 好像做一個完整的結尾 可能很難 我猜 因為始終要帶獨 難道叫他忘記他媽媽 也不可能 這是一個 他本身是這一類型 我叫做日常系的作品 他要兼負的一個設定的重擔 就是說 他不可以突然之間 他不是一個劇情向 突然之間 有新的媽媽出現 新的媽媽成長 再新的媽媽 舉例來的 大篇詞 舉例的例子 他不可以做這些 慢慢日常 我都說叮噹 他們那個崗位 設定了 他演繹的東西不同 而他裏面叫做 他有的進展就是 阿公平和游戲 或者他們說 在一個料理上 他們怎樣之間的互動 和他們當中 他們感受到什麼 他們的感受 就是他們的感受 他不是說什麼大道理 這套東西 不是說 哇 我突然之間 叮噹完之後 我得道了 應該說 你會很明顯看到 他們幾個聚會 煮食這麼簡單的聚會 他們各自會有各自的得獎 是的 起初我還以為 這個可能我自己想多了 我以為 起初 老師 他有梵田家 住了這麼多 然後很早會見到他媽媽 即是會見到梵田家的媽媽 可能會不會有些互動之類 跟他媽媽 但最後那集才出 變成好像少了一些互動 反而那集不出都沒所謂 其實那集沒所謂 其實那集沒所謂 就是要見家獎 我覺得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就是 那種的節拍就是什麼 他就是這一種就是說 每天都是這樣 等同於每個人的人生 你的每一天 基本上你一個月裏面 你可能穿了二十天的生活模式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即是有很微細的細節上的變化 但不會有一個絕大的不同 即是他在營造這種氣氛 亦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這樣 一對這麼平凡的婦女之間的一個故事 不過我也想說 如果他可以有一集 抽出來說他和女兒的平凡的 在家裡的日子 不用說走去這間 不煮菜 即是不要說不煮菜 就什麼都可以 那你帶動一點點的平凡 我覺得可以加一點點 或者是有一集 我那個女工工生沒有空 我自己在家裡 憑著我這麼多糖的經驗 在家裡煮一些 我成功了 自己煮到想做的東西 我真的為了我女兒的飯吃 去著想 我覺得自己有進步 其實我覺得他還有一集 可以做出來 因為你說的東西 其實大家剛才說的東西 你是在尋求一個轉捩點 這套東西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它的原作 但這套東西 它似乎不是為了這些 應該說 它不是為了滿足大家 就是因為這個集數 而這個集數裡面的分佈 我需要有起乘轉合 這些東西 而去滿足大家 其實這套作品我覺得 所以我不會用一般作品說 喂 沒有完 這套作品 它不會完 因為突然之間 它要寫下去就可以寫下去 它是要不停地說 我就是要 present 這對父女 而本身它也是帶動 為什麼這些小事件 其實很多都是說 很特別是 其實由小朋友的角度 去帶出來的事件 這些事件是什麼呢 對一個成年人來說 或者對一個普通人來說 這些事件 和我昨天做的事有什麼分別 是沒有分別 但對小朋友來說 意義是不同 這個是這個分別 就是我們要理解這件事 或者理解每一集裡面的不同 其實反而是要由於 遊戲這個角色裡面的心態 去了解就是 為什麼你會覺得 今次的煮食 和上次的煮食 是會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 為什麼這個公式套路 就是 因為 你每次都要一個絕地蛋 突然之間 變了食棘之靈 然後突然爆衣 沒有可能 它也不會突然 好好吃 然後突然去一個 二空間 這些東西 對動畫 或者對作品來說 一個不適合的變形方式 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一個小朋友 他的詞彙 他的想像 有一個有限度 其實 他對於說 好吃 你看這麼多集裡面 遊戲他用過幾多種形容詞 形容好吃 都是好吃 他不會有太多形容詞 我發掘了裡面 為什麼 油裡面會有些特別不同的地方 難道你加了什麼 不會有這些 這些是裁判節目做的事情 所以有一集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那集有點專業 就是說 佑熙不吃青椒 那集 其實那集 雖然帶動了 最後煮白汁的燉菜 雖然說 他在最後 都看見他不太吃青椒 但他實在 反而是這一集 我覺得是可以連繫到第九集 那裡 第九集那裡 主價其實都有下青椒 但他問遊戲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有青椒裡面 他說 知道 沒問題 所以這兩集他就能帶動到 所以他全部都是在細節裡面 去慢慢 去帶出來 他不會說 我突然之間就是什麼 好像 你這些的話 我突然之間說 我覺得青椒不恐怖了 我要吃青椒 不會突然之間 你這件事是很造作的 不是 他有這樣的時候 你就怕了 我開始怕了 你幹什麼 你是不是遊戲 我們現在就是 尋求一下 一個很明顯 你們在尋求 我們剛才說的 尋求一下 一個很明顯的轉變 不是 我這套很低的 只要小鳥 要拿一把刀 吃一下菜 這套很低的 大哥 你十幾集 我都說這套不是 突然起乘處 我公平的 他就說 放心 你弄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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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不是說黑服 其實這套 我不是說 我有心理陰影 下一集 沒問題 不是下一集 更加有心理陰影 你想想 連遊戲都可以用刀 你還用到刀 你是不是瘋了 你看到太陽中邦 這個就是正常人 我不會突然說 我不是說 你拍歌 他說 你上到20樓 我好嘴唆 我都要上20樓 這不是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 你可以 我就一定可以 他不是一套 世界責任 你戰鬥力低下 你一定要搞定你的戰鬥力 他不是做心理理智 他是中部 我明白 但是這個中部 你看到是父女之間 但是一個配角 就是配角 他們ESP不會改變過 重點不是他們 套作品 對他來說 阿小你能不能夠 炸刀 這件事 對他來說是甚麼呢 其實他 跟他媽媽那條線 其實你說 他們互相成長 但是成長速度 大家現在期待 就是一個 你們不是想說 一個一閘道位 你們是甚麼呢 在一季裏面 至少讓我看到 一個階段性的準確 階段性勝利 階段性勝利 我們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是啊 看不到未來的 我們 但這套東西裏 他不是在給這一個 他只是給一些微細的進步 一個正常人裏面 微細的進步 他是純粹在說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我用這個觀點來講 對我來說 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且就是每集 極公司 我都是說 好像每集 每個星期去看 一套這樣的作品 即使我一口氣有時 一口氣看幾集 我都不覺得有問題 當然 我不會否認 在我的心態上是存在的 就是因為 近期太多垃圾的關係 你心靈空虛 這是一個前提 你首先 你怎樣可以看這套動畫 是舒服一點 首先看極公多的垃圾 我覺得不用的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就這樣看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不錯的作品 優儀的作品 最少我覺得 對 至少你會覺得 看完這套東西 我也是那句 我 很難套租 你會有什麼心靈負擔 我不會突然之間想一些很奇怪的 好像我看星之印那時候 為何突然之間 旁邊的人 都在哭 但是 我在想一個問題就是 你其實是不是不正常的 是的 在那個時刻 我承認是 我覺得我對不起 你有曾經有一秒感受過 你不是一個正常人 那一刻我有的 那一刻我都是說 我不否認 這件事 但是這套作品 至少我看完之後 這些叫做 你不需要說太多 就是很著地 本身的東西 你用回自己日常生活的思維 去感受這套作品 其實會很容易代入 其實會很容易 而那些角色就不會很抽離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性格 或者說 這個人 是哪裡來的 現實可能有這種人 你覺得這套作品 你每一個人 現實都會在你身旁 會有的 至少那幾個 都好像有一點點贊 至少裡面那麼多個角色也好 心靈上或者行為上 都是一向走來始終如一 始終都是沒有錯的 所以就變成 看起來順頭順眼一點 這個叫做 因為是一套溫情作品 沒有一些突然間 真情裡面的 壞人的角色出現 因為這套的重點 不是質重這件事 所以他都不會多 他都不會加入這類型的角色 這套作品就是 就是公平和遊戲 這個家庭 這個單親家庭裡面 他們每天發生的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大家不需要想到太複雜 或者在這個想像中 再加以一些妄想 不需要 就是這麼簡單的故事 所以這個故事是沒有陰謀的 大家放鬆 我也想不到陰謀 大家都知道這套是不可能有陰謀 陰謀就是怎樣把青椒煮成 給遊戲吃 好了 我們這套就介紹到這裡 下一套